《國情講情》 歡迎收看《國情講情》 大陸溫州高鐵 現在不是叫高鐵 動車 動車組追尾事故 令到全民都百多人死傷的事件 令到國際不知國內 舉起關注 事關於高鐵這個項目 在歐美甚至入亞洲的國家 其實很少這些傷亡情況存在 日本走了47年 一個人都沒有死過 這件事令到中國引以為傲的項目 響起了極大的信心危機和警惡 當然這個信心的危機 其實一向都有 不過可能是小修小補的毛病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這一家這次說不過了 這次可以一次過 其實大陸的高鐵和中國這幾年高速發展的基建問題一樣 都是千瘡百股 是的 其實理論上高鐵真的可以說中國人是挺驕傲的一個成就 大家都記得我們第一條高鐵 這個池遠浮 就是由上海市中心去浦東新機場 最初真的虧本 沒有人回答的 我記得那時候最初收 七八年前也收百二元人民幣 你坐的士其實都是那時候六七十元人民幣 那你就沒有什麼理由 特別是你如果兩個人更加不值 但是我們都看得見 那時候就指乎中國智不在此 就是說讚舌 而是的的確確想學過技術 你看到沒有多久 就不但我們是從學別人 到說我們的高鐵速度全世界最快 大家都知道技術來講 本來就是法國、德國、日本是最好的 主要就是他希望利用高鐵技術 取代了對國內航空的依賴 我留意到譬如你好像法國巴黎 去比利時的布爾塞爾 這條線很頻密 基本上現在沒有飛機 沒有飛機的原因很簡單 你坐火車坐高鐵都是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你真的不用坐 飛機不能爭 你飛機虧底在 你要坐車去機場 又要搜身又要安全檢查 然後下飛機又要去 大概你可以說 如果高鐵能夠四、五小時去的地方 你基本上就不需要飛機 對中國來說這個很重要 於是我們見到中國很快就宣傳說 第一我的高鐵比別人快 有後發的優勢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你發展中國家 找我和你興建高鐵 我又便宜過法國、德國、日本 本來真的是很重要的成就 現在的確是很大的挫折 尤其是這個挫折 不只對於想引進高鐵技術的國家 包括美國之外 其實對於國內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當時記得溫家寶總理 在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間 他是大力推動基建 以拉動或者增長內需需求 高鐵是其中一個最大的項目 而且因為高鐵所引申的產業鏈 真的十分之大 所以令到不少地方的幹部 其實因為中央有這個優惠 又想拼下政績 亦都政績工程 所以便建了一條高鐵 即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政府 在過去改革開放的過程中 就很明白到交通的重要性 所以你看到珠江三角洲就看得見了 我想我們香港的合和集團 亦都很明白這個道理 即是你建了一條 以前建國道 即是一個國家的公路 不但這個公路網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 改善物流等等 對地方政府來說 亦都是一個財路 你都見到那些鄉鎮或者縣市 千方百計都希望那條角度經過我 一經過我 我那裡經濟很不同 兩旁道路 道路兩旁的土地又很值錢 現在似乎公路都起得七七八八 現在就開始搞高鐵 剛才你說 我們在2008年11月所引進的刺激經濟措施 應對八九月出現的金融風暴 花了四萬億人民幣 四萬億人民幣之中 有些專家粗略的估計 即是跟高鐵有關 差不多到一萬億 所以投資是很大 而且亦都關乎到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 從溫家寶總理的角度來講 高鐵是有兩個作用的 第一個作用就是調整地區之間的差距 你看到很多所謂南北的高鐵 高鐵和東西的高鐵 其實都希望改善了最發達的地方 和欠發達的地方的交通 從而希望拉近的差距 另一個當然就是 中國很廣告現在發展的都市圈 他很廣告譬如 珠三角、長三角 哪個地方到三個小時火車就一定到 於是三個小時火車能夠到的地方 就是這個大的經濟區 所謂發展區域經濟 打破省制之間的間隔等等 所以為何我們香港都這麼注重建高鐵 我們又要迎合祖國的需要 雖然有這麼大的爭議 我們都要拍板上馬建高鐵 當然香港段就快掘地 但是都已經傳出了 準備米埔水土流失會接近50% 即是原本一米的河或者糖 就只剩下50cm 還未算高鐵轉滑隧道的時候 所引申的問題 福田那些商下 有些就直接倒了一米 地嵌 即是其實有時候 就是可能鐵路的技術發展 未到這麼成熟的時間 已經去到一個這麼高速的地步 其實是十分之危險 同時因為這個拼正職的工程 令到這個安全的東西完全是忽量 尤其是現在說的 規劃高鐵的時間很厲害 邊規劃邊嵌淡邊做 即是這種史無前例 又或者人家國外建高鐵都不會這樣做 大家想想台灣想起高鐵 到真的建了十幾年的事 好像變魔術一樣 現在說的是廣州南站去到珠海 那條高鐵都是幾年之後搞定的 現在很多人都擔心 你現在搭高鐵 要不要買保險呢 買保險會不會很貴呢 甚至有些笑話說 就是會不會保險公司 只是接受香港去到邊界那段 那段 過了那段就不包 或者那段 保費會高多 主要此類的 你都會見到 其實都是因為一次的差錯 你不注重安全 現在就需要承擔的代價 這個代價也十分之大 除了就是今次說的那些素立條生命之外 也都在說已經陪上了這個 中國的鐵路高速安全的美譽 也都更加陪上了這個地方政府 或者鐵道部的一些明星 就是大家那時候想 鐵道部長劉志軍 是不是很帥的 就是可以起那麼多高鐵 在任內 可以令到四中四橫系統可以得意一下 實施和實現 結果貪會 又下馬吃了八億 也都令人真的質疑 其實如果一橫扣一橫 就是每一橫都可能貪一些 又偷工減料的時候 真的忍生到今天的情況 令到無辜的百姓 我都是想坐高鐵 安安全全 你不開火車給我算了 我都坐高鐵 原來高鐵會死人的 真的 亦都令到這個其實 引申到一個問題就是 會令到未來國內的一個 甚至有運輸 所以交通系統 甚至可能維穩的角度 都有問題 你現在會看看 因為你上馬很急 規模很大 真是欲罷不能 你另一回事 就是現在的核電廠 雖然因為這次不關中國時 日本福島核電的意外 中國又說要停產 查一查 但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做法 都是等風頭火勢過後 再重新 因為你投資了很大 中國一波方地上馬 每樣都可以說 開了個頭 開了個頭 你如果停了 就很浪費錢 所以很多地方都很害怕 要停 所以一定地方政府 通常都會千方百計 都要繼續 核電 高鐵 都是這樣 休息回來 我們再講一講 高鐵背後引伸出 即使鐵道部也好 甚至整個大陸也好 一個經濟和維穩的問題 一回來再談 回到國情講情 上一節我們講到 溫州高鐵事件背後所引出的 可能安全的引環 其實今次各位網友 有很多大陸人 甚至大陸媒體 中央台 廣州台 個個齊聲罵 就是因為鐵道部 接管了場面之後 八個小時 就說沒有生命了 結果 有阿依依小門 是個奇蹟 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 我們見到記者消代會 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奇蹟 還有一個故事就是 有關的武警 是否違反上方的命令 是盡可能去救救人 結果還救了小孩 似乎現在這位武警先生 都不肯露面 都不肯講詳情 因為擔心 一方面你是做了英雄 一方面你又不聽上級的命令 將來後果都可能很難搞 所以他也是 算了 不要說那麼多 尤其是被網友發覺到 八個小時後 為何要清場 不是這樣 就是因為原來這樣 阻礙了 上面這條這樣的 溫州高鐵的營運 大家知道 遲一班 蝕一班 才敢不行 所以唯有快快速速去做 很多新聞片 亦都被網友質疑到 其實有時候 吊車下來的時間 發覺原來 裏面還有一些遺體 或者人體殘肢 即是你連個 可能作的死亡數字都是假 因為過35人要懲處 所以你就說 是不是都35人 令到人家覺得死火了 然後你又說 那些車廂要即買 人家抗議之後 又自乎又立刻又挖出來 又運到地道 這一類這樣的做法 不但給人的感覺 草奸人命 不重視安全 而且起碼在人家的眼光中 你都經常掩著掩著 其實在這個處理的過程之中 你都會見到 當所有的媒體集中在這些事件 那些一般受到傷害的市民 都大膽很多 抗議示威的行動 手拉手 倒截交通 都大膽很多 因為他知道 既然各方看著 中央也知道 國際也看著 大概抗議示威 都是比較安全 他們就大膽很多 雖然沒有老婆 和寶寶 和愛母一家的男士 到最後現在說 這樣不行了 我差不多不說 但是其他家屬 都是很大聲地在這裡繼續說 但是這樣一次 我覺得已經太多了 不如看一看其實鐵道部 是一個沒有枉管的王國 不要只說劉志軍 貪了八億落袋 鐵道部很少 中國裏面 進行營運和監管的部門 可能是過去 監管也有質檢局 那些事情 其他國營企業 你做就做 但是都要受到 最少做到質檢局的監管 不是的 鐵道部可以做這個 品質控制和行動 令到要錢就要錢 鐵道部監管那邊說 要錢用 真的是提款機 話說有記者查到 2010年鐵道部其實是負債 一萬八千九百億人民幣 換回港幣二萬億 香港財政儲備都是五千億 香港財政儲備的四分一 香港財政儲備只是佔它的發債 佔它的債望就是四分一 每年他們需要付的利息是一千五百億 但是竟然去年除稅後利潤一千五百萬 你想想 擺明是一個嚴重蝕本的生意 這個蝕本當然有原因的 你想想廣州南站 去到潘如長龍 很多時候中間有些站是因為是新起 全部都是想試交 想透過那個站去拉動周邊地區 可以更新這個需求 但實際上鐵路高鐵來說 它最方便的位置是在於 你可以很快地到達市中心 跟飛機不同 如果你起到那裏 廣州南站跟白雲基場沒有分別 所以其實國內高鐵系統規劃的時候 也是鎮省縣要拼正職 是不是都要加個站 市交點點邊遠都好 沒有問題總之要加個站 引申到最後經營不善這些問題出現 是的 你現在說估計債務接近兩萬億 有些估計到2015年 就可能去到五萬億 當然我們真的不太掌握實際的數字 從兩萬到五萬億都很容易理解 因為你一直在興建 你這麼多一條高速鐵路 一直在興建的時候 你就一直投資 中間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當然就是 鐵道部是一個獨立王國 這個獨立王國也是一個大肥肉 大肥肉一方面有些負擔 就是很多鐵路員工要負擔 國內舊規矩 有房屋、退休保障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鐵道部原來有很多地 火車站附近那些地都是它的 火車站通常是市區最漂亮的地 剛才你所說的 如果鐵路去到哪裏 建了一個站 就好像香港模式 附近起樓 都賺很大筆 火車站附近 整堆地 起樓發展地產 賺很多 所以這個獨立王國 一直都是一塊大肥豬肉 大家記得 上一次開人大的時候 2008的時候 本來又說要推出所謂大步制 大步制就是說 有些管交通運輸的部門 應該合併 結果動都沒有動到 鐵道部依然故我這個獨立王國 沒有動到 當時的傳說就是國內的官場的 語語的謠言 一方面就是 剛剛貪污落馬的劉志軍的鐵道部長 就是江澤民的外長 江澤民力保 沒有事了 第二似乎他因為高鐵有工 招呼了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等等 最高層的領導人 試一試從北京去天津堂沽的高鐵 大家都覺得好東西 因此就保住個位 當然後來都因為貪污揭發出來 保不了 但基本上你都見到 這個獨立王國 起碼在2008年 那時候開人大的時候 是說推大步制的時候 是抗拒到的 沒有動到 沒有變化 他繼續是鐵道部 繼續擁有種種的資產 繼續搞高鐵項目 你從負債額都可以估到 中間的資產龐大 所以如果鐵道部 真的運經營不善 好像現在這樣的時候 其實就十分之大件事 因為入不負資 還有他借的是借中央政府的錢 但中央政府 難道你學美國這樣QE嗎 對不對 不行的 又或者 有時候 他這樣的地方的高鐵項目 是由這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去做的 簡單來說證明和漢姐 這個環店的時間 大陸又押下去 就有負責 這個字眼真的很奇怪 什麼叫做地方融資平台 其實就是說地方政府不直接去借錢 它是建了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就四為借錢搞這些基建項目 包括高鐵 理論上就是這些公司去借錢 但如果這些公司 經營不善破產 人家立刻就說 這間公司是誰的 那就是地方政府 很可能債務也是去擔保 其實已經在去年年尾 已經是所謂地方債務問題出現 中國的官方媒體 都可以此題是一個危機 你甚至見到中國的相當權威性的刊物 譬如他們 你都知道他們連年有本經濟藍皮書 社會藍皮書 都已經有專章說 這個社會藍皮書 都有專章說 地區債務危機這個問題 亦都有種種的評估 有自己本身國內的評估 有高曼薩克斯的美國的投資銀行 評估 地方債務已經去到多少億 多少佔國內的GDP百分之幾 再加上現在這些鐵道部 這一類的大投資 其實你會見到 雖然大家都說 中國現在有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當然是很大的錢 但是你亦都是這樣花錢下去 而不好好地去 講成本效益 做好匯計風險評估 你那裏一塊債務 突然又說 好像去年年尾 可以說地方債務危機 現在鐵道部出事 也有債務危機 有些我們都不知道 會不會是建三峽水壩 會不會又是呢 諸如此類 這一類都是很可怕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到最後 真的衝擊了人民幣的系統穩定 當你中國大聲說 美國兩化寬鬆政策不行的時候 到你真是無底深淵黑洞 大陸政府要還錢給市場的時間 你都是要透過印銀子去做 尤其是如果大陸這樣印銀子 更加大鑊的一件事就是 它是一個半封幣的制度 半封幣的金融系統 這個半封幣的情況之下 錢就走不了 你換什麼貨幣 你真的沒有辦法 其實和你所說的第二類的困難 就是因為中國還有很多幾窮的人 還有很多幾窮的人 他們經常都說指標 你的收入是放多少錢去買食物 因為你窮 大部分的收入其實都吃了 於是大家亦都會特別關心基本物價 你一通脹的時候 會不會米又貴、油又貴、豬肉又貴、蔬菜又貴 因為大家比較窮 那些東西一貴的時候 自然就很容易怨勝在到 因為我覺得普通人都是千多元一個月 千多元人民給一個預約息 那米又貴、油又貴、蔬又貴、肉又貴的時候 大家就很辛苦 因為它的收入是比較低 抗通脹的能力自然低 低下基層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逢是通脹就一定見到貧富懸殊加劇 因為你有資產 你有資產就當然是通脹 你便變得有錢 香港的樓價都見得到 所以鐵道部無底深淵再加過去這些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將會嚴重地不好好處理 嚴重地影響到金融體系 甚至是社會的穩定和安穩 大家會擔心 現在是高增長的時期 似乎每樣都掩蓋得住 一旦經濟逆轉 特別是現在我們的經濟 跟世界經濟有緊密的聯繫 如果有國際經濟大危機大蕭條 我們很難獨善其身 今集的廣程到此 祝各位獨搭高鐵的你安全到保 下一集再見